你好 我是美珍 新冠肺炎已经造成全球超过2亿3752万人感染 将近485万人因此死亡 如今世界各地的疫情不但没有减缓 还面对着变种毒株的威胁 尽管目前有超过10款疫苗先后上市 但是治疗新冠患者的特效药却寥寥可数 不过近日美国制药企业墨沙东药厂宣布 最新研发中的冠病口服药莫纳比拉维 能够大幅度降低确诊患者的重症住院和死亡风险 这无疑为全球打了支强心针 美国墨沙东药厂在今年10月1号发表的数据显示 临时实验结果表明 其研究的口服新药莫纳比拉维 可以使重症高风险患者的住院 或者死亡的风险减少了大约一半 墨沙东因此向美国当局申请紧急授权使用 一旦获得批准将是全球首款 对抗新冠病毒的口服药 而且从实验数据来看 这种药物对新冠变种病毒同样有效 包括高传染的Delta变种 Gamma变种和Mu变种病毒 这将可以抑制新冠病毒的传播 墨沙东也是全球第一家报告 治疗新冠口服药实验结果的厂商 并且预计会在今年年底 生产1000万颗的 莫纳比拉维口服夹囊 同时墨沙东药厂正在与 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进行讨论 而且已经与一些非装利品制造商 达成许可协议 向中低收入国家供应这种质量药物 无可否认 如果墨沙东研制的药物 得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监管机构的授权 将成为全球第一种可以口服 而且不需要注射或输液的抗疫药 同时相信它将能够减轻医院负担 也会改变现有的冠病疫情局势 目前这款口服药已经引发各国争相下单抢购 当中包括我国在内 我国卫生部长凯里表示 随着我国即将过渡到核心冠肺炎病毒共存的阶段 除了疫苗之外 也将会增加新银合格新的治疗方案 在进行协商后 卫生部昨天与墨沙东药厂 签署口服抗新冠病毒药物 莫纳比拉维的保证书 同意采购15万个完整治疗配套 用于治疗冠病患者 无论如何凯里强调 虽然莫纳比拉维药效好 但是并不意味着无需再接种疫苗 这是因为相比之下 莫纳比拉维不能预防感染冠病 然而接种疫苗却能够预防重症 和降低感染风险 凯里也保证 卫生部会继续监督 全球新冠药物和治疗的最新进展 确保我国与时并进 为大马人民提供最好的治疗 墨沙东药厂研发的新冠病毒口服药 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无疑为全球捎来好消息 不过遏止这场大流行病的最佳方式 依然是接种新冠疫苗 以及严格遵守各项防疫SOP 另外也要紧急疫情防控 不仅仅是政府的事 而是所有人的事 谢谢收看 我是美珍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